朋友们,跟你们说一件坏消息和一件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 对,没错 我把我的手机摔了个稀碎 但是,好消息是 我的Apple Care还有20多天才会过期 趁时间不早了 我们这就出发去修手机吧 因为今天要进店里面 所以就把卷铺装在了一个包里 看 Apple Store就在这个Fairview Mall 出门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雪 现在地上都已经白了 你看路上的雪 咯吱咯吱的 现在这个帽里面 线流好严格呀 你必须要出示你在这里面 有appointment才能进来 虽然歌曲放得很欢快 但是帽里面还是很冷清的 Apple真是太好找了 整个帽就它在排队 我们现在在这个Apple的店门口 就是这个地方坐着 这边要测体温 我们现在等人接我们进去修手机 哈喽大家 我已经换好手机出来了 新手机 还没有setup 但是这个大哥估计看我的手机坏的有点严重 就直接给我拿了一个新的出来了 多少钱 169 149 149 对 你知道如果你没有Apple Care多少钱吗 没有Apple Care多少钱 779 哦 这个Apple Care买的还是很值的 在它的有效期之内我把这个钱赚回来了 我们好久没有逛过商场了 这个帽里面还是很有圣诞氛围的 可惜今年就没有人能看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买一个早餐 正好10点半这个包子店就开门了 我们家附近这有一个叫老高天津包子铺 他家的包子味道真的是挺好的 但是这家店只能刷David或者是现金 下面我们就拍这个黄小厨 当做我们今天的送餐员 让我们来目送黄小厨 这个就是那个包子店 很小很隐蔽 哎呀好香呀 满车都是包子味 赶紧回家 我要吃热腾腾的包子 看我们早餐真的是超丰盛 这三个包子是不同馅的 好香 今天还买了一个这个是麻酱烧饼 这是我们的豆腐脑 这个豆腐脑咋了 味儿贼大 是因为它里面加了这个叫什么 蒜泥 还棒啊 好香 我来吃个包子吧 这个包子真的是外面的皮特别的软 馅还是超级的多汁 这个是牛肉洋葱的 姐姐这是蜡啊 我觉得他们家包子特别的合适 就是最普通的猪肉 大葱馅的 10个才6块99 就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是他们家的长屁 我们俩来分一个这个烧饼尝尝 它麻酱烧饼里面就是芝麻酱对吧 对啊 一层一层的 所以应该是特别香的那种 就该是这个味儿 特别的咽 一股面味 这配啥吃呢 这么咽 豆腐脑 它就配豆腐脑吗 嗯 那也特别咽啊 我觉得我的有点厌配质了 太糊嘴了 它也不甜也不咸 应该是稍微有点咸味的 真的吗 还是包子好吃 这包子 嗯 今天我们准备要去一趟Canadian Tire 要给家里的车换车牌 但是在换车牌前呢 需要给车做一个车检 然后我们查了Canadian Tire就可以做 今天外面又在下雪 我们每次出来都下雪 对啊 所以穿的特别的厚 羽绒服都穿上 看好小厨富贝的大面奥 特别像地主家傻儿子 还抱着一只狗 不是啊 不是啊 黄小厨已经进肯定电台里了 去问问看今天能不能坐车检 因为从魁省搬到安省 要在三个月内 就是把车牌给换了 怎么样呀 hello 行吗 下午三点 啊下午三点 对 然后我在这等着就行了 他说要couple of hours 要五点到六点才能结束 那么久 嗯哼 你可以 哎呀 完了 闹钟 这才有闹钟呢 我妈双十二让我给她抢了东西 快快快快快 开始工作 还有两分钟 我提前了两分钟 然后东西已经夹在了购物车里 只是需要挑一挑 妈妈看见我有多认真了吗 现在的我在走廊里 焦急的等待荒药厨的归来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这么隆重吗 那必须献上我最诚挚的问候 拿走就不隆重了吧 嗯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嘉宾 我们今天早上开始决定要吃烧烤 就一直盼望着到晚上 现在终于可以吃了 我们点了牛肉 辣椒鸡蛋面 炕拌土豆丝 烤鱼 烤羊腰 烤鸡脆骨 烤肉串 还有一块烤肥肠 我现在感觉到这种热气在向我召唤 不吃它一口 就觉得对它不是很尊重 这腰子被切成一小块小块的了 感觉有点硬 嗯 口感不是很好 换一个 脆骨 吃一块脆骨试试 看晃出紧锁的眉头 这怎么肉弯啊 不行不行这个 换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肉串 不知道是牛肉还是羊肉 那我来分辨一下吧 我愣没吃出来 这是牛肉还是羊肉 是我嘴有问题吗 肉串还是可以的 它好像是特色 感觉外面是焦焦脆脆的 快快快吃 快吃 肥肠好吃 我觉得肥肠是最好吃的 特别的辣 而且不腻 其实我们点的这一家 是以做面和汤泡饭为主的 这每一根面条上都吸附了 这个汤汁的味道 哇这个面真的很好吃啊 不愧是我们盼了一天的晚饭 我感觉我的脸肿了 我下课过好像被那个羊腰子给磨伤了 我这样一张嘴就能听见嘎嘣的声音 我下巴不会吃脱臼了吧 别走 一周都没见卷夫了 让他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小福给大家放个泡 给大家放个泡